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BM Racing 的 Parker 那么今天又给大家来带来一个新品的一个介绍 那么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发布的一个新品 我们 Rocky 100 安的一个 1 比 10 的电条 那么这个电条有什么特点呢 带我跟大家叙叙到来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 大家收到手之后的话就会发现一个 它的所有的插头都是已经焊好的了 它里面包括了 3.5mm 的一个电机插头 然后还有 4mm 的电池的一个相交插头 那么还有给大家留了很长的一个信号线 那么它的作用就是在于哪里呢 我们现在飘移车架后背电条的时候 这个信号线可以插到前面来 接收机可以连到前面来 当然 然后那么另外一个呢 在你收到手的时候的话 你再不用去焊接了 我们的所有的 Rocket 的马达 还有我们 BM 的马达的话 然后是标配了 3.5mm 的母头 所以的话直接和这个电条直接插上去 就马上就可以用了 不需要焊接 终究要的事情讲三遍 不需要焊接 那么还有一个大的一个亮点 是标配了三种颜色 由紫色黑色和红色给大家来选择 那么同样呢我们的马达呢也是黑色紫色红色的一个选择 颜色选择的话非常的多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就是Rocket 540 的话 然后它的一个 KV 值的话是可以去进行一个选择的 就是 T 数就可以选择 从 8.5 T 到 13.5 T 三种颜色全部都起的 那么我们的 BM 的阿波罗的马达呢 那么三种颜色的话就只有一个 10.5 T 的选择 因为是它是属于飘移专用的马达啊 那么给大家来看一下搭配上去的一个细节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到位 套装呢可以大家可以去搭配这两种套装啊 主要就是给我们飘移车使用的话 可以主要去搭配这两种套装去使用 我们的电条标配的就是一个设定卡啊 标配的就是设定卡 那么这个设定卡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呢 就是跟前一段时间我们发布的那个 mini 的集的电条的话 然后它的程序的话是一样的啊 比如就说是我们的这个中立死区这边的话 甚至可以调到的一个1% bost 还有 turbo 都是0到60度 可以供大家无极去调无极去选 甚至呢我们的 PWM 曲线的话 已经做到了48 只高啊 这个电条呢主打的就是一个低速 非常强的一个线性 还有一个高速的爆发 那么期待着大家尝试一下啊 那么我们装车的一个效果就是在这里了啊 因为我这个车子的YDR没有这个后面电条板 所以我把它是装在了前面去啊 大概装车的话出来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了 那么后面呢大家在使用过程当中呢 然后遇到一些什么的问题或者怎么样的话 然后可以和我私信 然后大家一起去沟通啊 那么期待着大家玩的开心玩的快乐 享受 RC 的乐趣 好 拜拜